恐怖的网课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 网课已经成为了教师授课的主要形式 与此同时 网课的摄像头同样记录下来了 许多有趣或者诡异的画面 以下的视频来自于推特博主 Freddy GZZ Freddy在账号上分享了自己朋友的一次网课经历 视频呈现出的内容不禁让人感到寒毛之力 视频中的教师正在讲着课 这时房间外的狗却突然叫了起来 随即房间的门被缓缓地推开了 这名教师有些疑惑 他再次将门关上了 几分之后 这名教师将门打开 接下来的一幅诡异的画面出现了 一个黑色的影子 鬼鬼祟祟的从这名教师身后走过 没过几秒 更加诡异的画面出现了 画面中我们能够看到 教师身后的黑影从另一端又走了回来 同时黑影悄悄地来到门边 并向屋内望去 黑影短暂地望了一眼 便再次消失了 但她的面目也得以被看清 那黑影是一个拥有惨白的脸的女人 而正在直播的摄像头 记录下来了这一切 学生纷纷提醒教师 他身后正出现的异况 然而 当教师回头看 并向学生们展示自己身后的景象时 那里却只有空荡荡的房间 令人感到恐怖的是 这名教师刚刚搬入房内不久 而整个房子本应只有她和自己的狗在 所以在她身后出现的那个女人 会是谁呢 她与这座房子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野外的女人 Randonautic是一款此前很火的户外探险类APP 她会随即给每一位使用用户发送不同的地理坐标 而用户的任务就是跟随着这个坐标进行一次探险 去看一看自己的坐标处究竟有什么 Randonautic最初的设计理念是引导用户到户外运动探险 然而 事情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 很多用户在探险过程中都遇到了诡异的事情 以下支持视频来自抖音视频主Haley A.I.G Haley一如网上众人一样 驱车来到Randonautic发送给她的坐标 好 去Randonautic 然后我们去这个沉默的公园 所以我们来看看什么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树 一席 此时 Haley的语气略显放松 她显然没有注意到此时自己已经被树后的人观察着 Haley从刚刚看到的桥走了过去 这是 远处的那个诡异的女人 朝Haley冲了过来 在诡异事情接二连森的发生后 越来越多的人出来爆料 有人说Randonautic给用户发送的坐标并不是随机的 而是有意为之 其实这款软件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组织 那么不禁让人去想 Randonautic用户们遭遇到的恐怖事件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人在暗箱操作呢 农场地下室 2020年 抖音视频主Brooklyn Marie 在自己的账号上分享了以下这段视频 视频中 Brooklyn打开了农场的破旧地下室 然而在他打开门的一瞬间 地下室中有一个物体飞驰而过 这幅景象将Brooklyn下到花容失色 他仓促地将门合上了 然而一年后 Brooklyn再一次来到了这里 2021年7月22日 他分享了以下这段视频 在一阵急促的声音后 地下室的门被关上了 将Brooklyn关在下面的 是否是他一年前看到的事物呢 老妇人之屋 接下来向大家展示的视频 来自于俄罗斯的视频主 Dark Ghost Paranormal 视频中 视频主在夜晚只身一人 来到了一所废弃的房子 有人声称 这里曾住着一位老妇人 甚至在老妇人死后 她的鬼魂依旧停留在这里 事实上 这是视频主第二次来到这里了 视频主说 她第一次来到这里时 感受到的超自然活动 较为微弱 因此 为了确保本次探险 可以收获更加明显的超自然活动 并找出居住在这里的鬼魂 视频主打算进行一种 名为死亡之哨的通灵仪式 视频主在视频中 强调了这种通灵仪式的危险性 几分钟后 视频主在房屋的两个角落 放置了摄像机 同时在老妇人卧室的镜子前 摆放了几只蜡烛 她准备开启通灵仪式了 我会在这里面 我会在这间房间 会员在这里的窗户 我会员在这里面 我会员在这里面 物质是在床上的 视频主在老妇人卧室的镜子前坐了下来 同时点燃了通灵仪式需要的蜡烛 此时两台摄像机呈现出的画面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在完成准备后 视频主将照明灯关掉 通灵仪式即将开始了 正接着我可以闭上摄像机员的摄像机员 所以现在我们放在线前放一扇集中 所以我会先进入摄像机员的摄像机员 现在用在述移动中 葉努力一下 没什么 每天叫你 这次来自然间的摄像机员的摄像机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当视频主在卧室内时 卧室外的一号摄像机却捕捉到了奇怪的画面 一个黑影从摄像机前飘过 而在屋内的视频主似乎也听到了什么声音 视频主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后站起身子 他在房间内找寻着声音的来源 随后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过程 视频主来到了卧室外 继续探索着这所破旧的房子 这时房子响起了细微的声音 让我们重新回看 原本闭闭合的抽屉 竟然突然伸了出来 当视频主走过去将抽屉拿出来翻看时 奇怪的现象再次出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不受控地伸了出来 几分钟后 视频主听到房间内有奇怪的声音 他再次回到老夫人的镜子前坐下 尝试继续与老夫人的鬼魂沟通 就在这时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飞机已久的闹钟 仿佛被人推倒般倒在桌上 随后竟醒了起来 屋外也响起了诡异的声音 这所房子内的气氛开始变得越发诡异 最后由于感觉到非常不适 视频主便离开了这所飞弃的房子 惊魂之夜 近日 Really How It 频道的视频主李 在自己的频道上上传了一段视频 李展示了他在自己家中遭遇的真实闹鬼经历 李宗盛 可以看到一个黑影从左边出现 并走到了床边 随即李的妻子便被粗暴地拉到了地板上 那么黑影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更为重要的是 他对李的一家是否意味着某种威胁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